各位粉丝大家好 我是大师的财力编导理坤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中不厚 也很少楼莲跟大家交流 成都这几天措施非常热 我们好几个小伙伴都已经总数请了家 今天的视频可能就发不出来 这个机会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 这四年来我们撇了川菜 香菜 华阳菜 月菜 还有福建的名菜 山菜 还有贵州的钱菜 因为疫情原因呢 这两年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市场打转转 撇了一磨多的川菜 这是很多粉丝反映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说实话两年前我们都已经联系了灰菜还有雾菜 但是确实一直也没办法走出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节目的形态从最开始 到现在就一直没变过 其实我们节目形态就是师傅煮菜 然后做下来采访 很多煮菜的细节 确实通过现有的这种节目形态 模法很好地呈现 其实我们也在反思 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 让节目更多地呈现细节的同时变得有趣一些 还想了半天最后决定 在节目中由我来配合大师 我们的小伙伴两屁股 可能就只有我相当于也是愿意出来 就是可以跟这种大家进行 一个活动跟着交流 那也是我们一次突破跟着坦说 还希望大家多多捧场点赞 还有一个事情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粉丝看到视频 联系我们想学习节目当中一些 就是属于思潮的一些制作方式 来作为自己的创业项目 我们最近也和一些撇设过的大师沟通 想给这些粉丝大家一个线上 或者线下的接触交流的这种平台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次我们下温柜的介绍 我们下温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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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温柜的部分 就看到一颜色的部分 有点准备